唯一的好處是有效期可以放半年 你可以放到中秋才吃 弄了一些圖給我看 我覺得很有心機 是比較一坨的東西 Hello 大家好 我是Carly莫仔 端午節我買了幾隻新童種 去跟大家一起開箱試吃 看看它們有什麼分別 哪一隻會好吃一點 它們全部都是椰菜花 飯去代替糯米 這間是來自Keto Market 觀行的新童市集 這間是老市上出現的 彎仔的Keto Sury 因為它真的近我 所以我經常去買它的東西 我去年也買過來吃 但我已經不太記得什麼味道 它配上芝士粉 這間是新幫燦 它叫輕記 在堅尼地城的街市 這個比較特別 因為它是要煎或者氣炸來吃的 那我就煎 事不宜遲 我們就馬上去試吃 我先試這個 這個是新童市集 建議吃法是微波三分鐘 但是我就烤焗15分鐘 給大家看看那些餡 有鹹蛋黃 然後有肉 暫時未覺得有什麼特別之處 始終要比較之後才可以吃到分別 我先吃一下裡面的餡 好 我們試試這個煎出來的種 我真的沒吃過煎出來的種 哇 它很黏 我想說這間很有心機 它那些建議食用方法 就是弄了一些圖給我看 我覺得很有心機 店舖我在IG找到的 我覺得它覆蓋我 覆蓋得很快 所以這裡我覺得不錯 我喜歡這個的口感多一點 如果這兩個相比 這個是新童市集的 是比較一坨的東西 但是這個就有一點口感 可以夾得開一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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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吃 還有裡面那個花菇味很香 它是濃味一點的 但是你看到它的樣子 它不是好像種三角形一樣 它有解釋為什麼 它就是說 因為如果要弄到它三角形 但是椰菜花飯本身就不黏 如果要弄到它三角形 就要加很多洋車前置粉 它覺得加得多的 就會味道不太好 而且會弄到胃不舒服 所以它寧願弄到珍珠雞 四四方方 我覺得其實這樣聽起來挺有心機 這個是乾瑤柱 好吃 這個我喜歡 這個有點貴 90元一隻 到Keto Seri 就這樣看足料的身和市集那隻 你看到有冬菇 也有鹹蛋黃 也有肉 好像多料一點的 這堆應該是肉 肉和乾瑤柱 這個也很漂亮 這個也很漂亮 要不要再弄一隻回來 你去年吃過 對 我已經低碳飲食了一年了 這個是黑松露鹹肉種 有黑松露 但我不太記得什麼味道 所以今年再吃都沒問題 我記得我去年的感覺是 點豉油 比我點芝士好吃 每個口味不同 有些人喜歡芝士香 如果似種 我覺得那個口感 它似乎 鹹水種的 黏黏的感覺 然後味道 我覺得其實這兩個是差不多 我個人喜歡 輕忌那間多一點 因為煎 似乎香一點 因為這個也是蒸的 但它的味道上是 黑松露味和芝士味 特別少少 而且都是配合的 大致上就是這樣 新童市集的那間 就不太推薦 它現在的好處是 可以放半年 有效期 你可以放到中秋才吃 這些放幾天就要吃了 這條片就到這裡 我現在要吃我的早餐 就是這堆種了 記得追蹤我Instagram 訂閱這個頻道 喜歡這條片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有什麼想看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拜拜